公職人員協會發起遊行 希望當局重新檢討公務人員 職情制度的修改法案 一時同人調整即即即 協會表示有2,000人參加遊行 警方就說有大概450人參加 柳正報導 大批遊行人士都在手腕上綁上綠絲帶 右手池多福諷刺高官肥上瘦下的漫畫 一邊遊行一邊用大聲鼓喊出他們的訴求 高官家、警察家、護士家 而他們的家幅去到政府財政預算3億9,000萬 請問3億9,000萬有多少個10點? 5009? 而我們加10點加590元 是需要兩年至四年時間的 遊行隊伍在公職人員協會出發 途工繳清局、暗雲大馬路 再去政府總部抵詢 高職人員協會今年已經是第二年發起遊行 而我們今次見到很多公務員都沒有戴上口罩 以顯示他們不怕被人秋後雪像的決心 不怕啦 不怕啦 不怕 踩出來就不怕啦 走到哪裏都不怕他 他敢打他來啦 敢打他來啦 刺激人工瓦而已 沒問題的 也都有公務員擔心 新的職情會令到擦鞋文化 在公共部門蔓延 你要上司滿意你 你才可以提早一年進階 這是上司完全適合侵水的 公司人員協會就希望當局 可以和公務員團體面談 真正地解決問題 很希望今次在立法會小組 仍然有時間去修改 很希望政府的態度 不要一意孤行去剝削 一意孤行損害基層公務員的利益 遊行的代表向政府代表弟交信件之後 遊行的隊伍和平散去 我們第二次台基層樓正道